观众朋友玩 今天台湾的天气很明显的 寒流来了 越晚温度越低 现在外面就已经蛮冷了 冷空气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先来看看 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现在各地区大概在黄色的普通 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还算是不错的 至于说在这个降雨的状况 主要还是迎风面的降雨为主 因为东北风强地形性的降雨 很明显的北岸 东北部 北部的山区这附近 下雨的量比较多 最多大概下了100多毫米 水气也还在增加当中 至于在气温方面来看 跟昨天这个时候比较起来 又有大幅度的下降了 上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说 上个礼拜六是东北季风增强 冷空气稍微增多一点 大概只有北部东北部 没有那么的热 到了礼拜天 冷空气增强变成冷气团了 北部东北部这边开始有转冷 其他地区温度稍微下降 今天开始寒流来了 越晚温度越低的 至于这一波的冷空气 还在增强当中的 大概今天的半夜开始 一直到礼拜三 一直到礼拜二 一直到礼拜三的清晨 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时候 那我们从地面图看到主高压在北边 距离台湾很远 但是从这个白色的等压线可以看得出来 线条很密 代表着呢 这一个高压强度很强 往南一直要到台湾 甚至到巴士海峡这边 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呢 主高压在北边分类了一个高气压下来 高气压往南下来一定会减弱 但是强度都还算蛮强的 台湾的冷空气都很多的 那预计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今天晚上到礼拜三的上午这段时间 大概中部以北的都会区里面 就有可能出现七度八度的低温了 当然空旷地区可能会在低个两度 甚至三度左右的 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高压移动出去 强度减弱 温度才会比较明显的回升 所以最强的 大概差不多到礼拜三的上午 礼拜三的白天 礼拜三的下午稍微回温 但是幅度不大 感觉上还是冷冷的 真正温度回升幅度比较大 大概等到礼拜四的白天 那降雨的状况呢 卫星云土上面 我们看到华南这附近 本来云层发展的位置比较北边 但是南边这边水气有慢慢的在增加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 这个水气会慢慢进来的 影响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当然就北部东部为主 第二个中部也会有短暂雨 第三个南部的降雨 就比较局部比较零星 那我们从雷达这边来看 主要的水气目前还是集中在东部的外海 东北风在这边吹 东北边外海的水气还是被带进来了 造成东北角这边雨势比较大 华南的云雨区目前还没有看到接近台湾的状况 不过今天半夜明天清晨可能就慢慢进来了 降雨就增加了 所以气象鼠所预估出来 这个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中部以北东部下雨了 雨势比较大的就以北部东北部这边为主 另外中部短暂雨南部的雨就比较零星 明天的白天下雨的范围也还蛮广的 所以明天对高山地区而言的话 下雪的机会就相当的高 那高山不用太高 大概差不多1000公尺左右的高山就有机会下雪 包括了这个台北市的阳明山也有机会的 那等到了这个礼拜二的晚上 到礼拜三的清晨 水气慢慢减少了 华南的云系逐渐离开了 这个时候高山下雪的机会相对就开始降低了 礼拜三的白天 北云风面的北部东半部也是有短暂雨的 所以就明天的天气预报而言 各地的降雨状况都比较高的 温度上面都很低 清晨的时候这一种7度8度左右的低温 范围还蛮广的 所以这波的冷空气目前还在增强当中的 冷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最强的是今天晚上到礼拜三的清晨 礼拜三的上午 礼拜三的白天稍微回温 但是幅度不大 还是冷的